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直流电路的 的这个一些特性的探讨 叫做科系核乎定律 科系核乎定律呢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电流定律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电流定律的内容 科系核乎定律呢 它主要是讨论一个直流电路的回路 它里面的这个电动式 就是电压呢跟电流的一些 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在电路的设计上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我们先看电流定律 就是当一个直流电的电流的电路 连接成一个封闭的回路的时候 那因为电路当中呢 难免会有一些支点 尤其是双回路或者是三回路的时候 那它的内容呢主要是描述说 在任何一个支点上面呢 流进的总电流一定会等于流出的总电流 好这个这个定律的内容呢 相当于是物理里面这个三大守恒定律里面的 质量守恒定律 它有那个味道在里面 那简单一点讲就是电流呢 在电路里面的任何一个点呢 它就不会产生堆积的现象 好流进来的量呢 必然等于流出去的量 那我们利用这个立体呢 来说明它的真实的内容 这是一个直流电的一个回路里面的一个点 一个支点 这个叫做P点 现在有两个电流流进来 这边写加的意思呢 就是确定它的电流方向是进到这个P点 那现在要求这个I3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先把它假设I3呢 也是流进来 所以根据科学合物第一定律呢 流进来的电流等于流出去的电流 那我们知道流进来的电流呢 就是三个电流的总和 所以SigmaI呢 好就等于I1 I1是5安培 I2呢是10安培 这是都流进来的 那I3呢 也是假设它是流进来 那因为这三个电流都是流进来 所以表示没有流出去 我们先假设它没有流出去 所以流出去的是0 流进来的是这三个 那流出去的是0 那流进来的要等于流出去的 所以从这个第一定律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很快地知道 I3呢就会等于多少呢 它会等于负的15安培 那负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I3的方向呢 跟我们假设的方向是相反的 接着呢 我们来看科学乎定律里面的第二个 第二定律 我们称为电压定律 它主要是描述说 当一个直流电路的回路 的回路的时候呢 它整个回路的电位 它的总和是0 好我们又借由下面一个立体呢 来讨论它的详细的内容 这是一个直流电的回路 直流电源的回路 但它这边接了两个电源 好 那这个电源呢 是30伏特的电位差 好 所以在我们要解决这个 回路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假设它的 电流方向 自己假设 好 那现在要求这个电源的 电位差是多少 所以我们根据科学乎定律 我们假设电流呢 从A点出发 好 那经过这两个电阻 加上这三个电阻 好 所以它会产生 这个压降的 因为电压 电流一定是从高电位到 低电位 好 所以我们根据科学乎的 第二定律的 公式 好 我们来求出这个F0 到底是多少 那它整个Sigma V 好 会等于0 好 我们带进去 好 好 那根据欧姆定律来讲呢 电压的会等于 电流乘上电阻 好 所以第一个的电位差 好 第一个6欧姆的这个 电阻的电位差呢 就是2乘上6 好 就是12 它的电位差 好 因为A的电位一定比 B的电位大 好 所以电位差我们就是用 用正的 好 用2乘上6 那这个意思也就相当 用A的电位减掉 B的电位的意思 好 所以它是正的 好 那加上这个BC端的 电位差 好 也是根据欧姆定律 就是用电流乘上 电阻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电位是 6伏特 好 所以我们加上6 那到了这边呢 就是CD端的话 这边是带正的 好 这边带负的 所以它的电位也是比它大 所以电位差呢 就是F0 好 然后再来看 D1端的电位差 好 也是用2A的电流 因为它是一个 直流电路 好 所以用2A乘上1欧姆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位差 是2伏特 但是到了这边 EA端的话呢 它是深压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位差 就是负的了 好 就是V1减掉VA的话 就变成负的30伏特 好 所以我们这边减掉30呢 它等于0 所以依照这个公式来计算的话呢 这边是18 对不对 18加2的话是20 好 20减掉30 加上F0就等于0 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算出呢 这个部分的电位差呢 好 是10伏特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科系合物定律呢 电流定律跟电压定律呢 对于解决这个直流电路的回路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单回路 你可以再接一个回路 对于解决这些回路的这个电流跟电压的问题呢 是很有帮助的 那在整个电路的设计上呢 也可以依据这个科系合物定律呢 来设计 好 有关这个科系合物定律的内容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